华南城 欢迎回到医护医院的现场 从刚刚的解说还包括这个图表 大家都非常关心 接下来话题 钓鱼岛的风波也罢 是美国因素在背后扮演一个关键的因素吗 未来在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当中 美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教授 美国会被加紧对中国在这个区块上的包围 我觉得 美国的这个着远点不仅仅是个钓鱼岛 在美国的亚太战略里面 无论是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 都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的战略防御线 我个人认为 美国现在的着远点 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从北到南 所有的海域都在它的施加压力的范围之内 并不仅仅是一个钓鱼岛 好 谢谢 来唐春风来补充一下 很多人认为钓鱼岛事件是美国在操政 我觉得这是没有根据的 反过来说 日本是打中国给美国看 一方面它要增起右派的显票 它需要跟中国闹脸刺 表现之后它对中国的强硬 另外呢就是说 在称神的这个基地问题上 日本政府是做了很大的楼梯想把美国移走 特别是九三还跟老百姓答应了 我上台以后一定要把这个美军 美军这个机场啊要移植称神 但是呢 日本说了不算 日本的所谓三城分地啊 统治权在美国 你只有闹四城和狡辩城 对不对 你说了不算 其实它是打给美国人看的 既打了中国又震慑了美国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说是美国要落这个四开门 刚才林教授讲得很清楚 美国它不需要在这个钓鱼岛上 做个什么动作 它的整体战略就大得很 它在这什么小打小落 就不符合它的战略需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希望大家看清楚 日本和美国之间 它本身也是有矛盾的 谢谢 来 张宏老师 这个 无论是对于这个钓鱼岛 还是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呢 美国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甚至作为这个外部因素 是最突出的 很大的一个外部影响力 那么在这次撞传事件上 美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当然有美国这个东亚 东北亚战略的这个两面性 它做了很多 这个制造某种紧张局势的 预先的准备 至于事件本身呢 更多的可能是日本的战略派 政治家通过这个事件 把美国捆绑到这上来 我们知道最直接的说法是说 美国有高官表示 这个钓鱼岛 钓鱼群岛周围 适用这个日美同盟 来来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日本政治家 多年来非常想听到的话 而且这个话是谁说出来的呢 恰恰是前缘成诗 访美之后他会见了美方 出来他讲的这个话 美方自己并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事实 特别是见到中方的时候 还是讲你们双边内部解决 这里显示出一个差异 就是说日本的战略派 要把美国拉到这上来 联手对抗中国 谢谢 来请 我补补一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释放我们的权长 是美国在施加压地 美国说这个话 也只是给他一个安慰 他是不负责任 你说过来就不上色 他又不是个什么条约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现在你不要闹下去了 闹下去了 美国他跟中国的关系 无法协调 你赶快放人吧 所以说他的三千分帝 他都听美国的赶快放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这些 这些个不负责任的政策下 他有的是 他说的那些 不代表美国政府 去赚救政策 谢谢 谢谢 来请回应一个问题 在下个月 可预见的未来 在年底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日美已经证实要联合军演 那么这个夺岛军演的计划 他们说并不是针对钓鱼岛而言 怎么看待这场军演 这场军演会不会加深 中日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 一种紧张气氛 军演不会增加紧张气氛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冷战之后 美国在全球的最大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遏制一个 类似于前苏联那样的战略对手 再次出现 这个战略对手是谁呢 很明确 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 那么遏制中国 像前苏联一样 成为一个他的战略竞争对手 办法有很多 政治的经济的 军事的各个层面 其中钓鱼岛可以成为中间的一个棋子 我们经常说美国经常会拿出一把苍蝇来恶心咱们中国 对 那么钓鱼岛它有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一个苍蝇拿出来恶心你 那么在需要缓和两国关系的时候 它又可以用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说在钓鱼岛上 美国可能会采取一种模糊的政策 需要它强硬的时候 它会支持日本 需要它缓和跟中国关系的时候 它会就刚才唐老师说的那样 它会支持一下中国释放船长 但是整体的目标不会变 就是要遏制中国的状态 所以说牵涉到未来可能的军事冲突的话 有一点经常有人问我 美国会不会介入有一点可以非常明确 一旦中日在因为钓鱼岛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的话 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 只不过这军事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可能会不同而已 好谢谢来我看小杨下边 我们的孔老夫子就一直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现在中国在做好自己的前提下 最必要的就是最必要的就是 有一个大国的心态 有理有利有节的解决中日问题 如果包括对美国 如果美国真的参与进来 我们就要以直抱怨 好谢谢 面对这样的争议 面对这样的冲突 能够如何有理有节的来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 更进一步的恶化 各位专家您的高见是什么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在目前这个世界上 美国要想轻易发动战争 他还是做得到的 陈建律军事学员 他应该 但是美国要想肆无忌惮的在世界各地都同时搞好几场战争 这他也是力不从心的 那么中国的强大 中国的日益发展 使得美国把这个在战略上把中国作为遏制的对象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因此我同意这个很多同学说的 我们从现在要做好准备 但是这个准备不等于说 现在就摆出要跟美国开战的这个架势 如果那样的话 实际上对中国发展是很不利的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外交智慧就表现在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 绝不要让自己的发展 首先引起了美国对我们的这个强烈的遏制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要做的隐蔽一点 做的更策略一点 好谢谢 到底我们日本人中国人需要彼此的关系要破坏吗 我不相信这个 日本也确实有要破坏